一人陶曼曼与老公婚后 育有良女 不时会在社群平台与粉丝交流互动 日前她发文透露 某天带着女儿到公园玩耍时 发现有一位 看似是裹小生的小女孩 在荡秋千时头垂得很低 明显心情不是很好 后来往旁边一看 才发现小女孩的阿嬷在骂她 而且真的骂得很难听 陶曼曼看到这样的情形 当下真的难过的想哭 不理解小孩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 需要遭受这样的责骂 小女孩似乎是长期被这样对待 因为她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所以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排队玩当抽签 阿嬷则让小女孩马上浪位 甚至直接走到小女孩背后 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拉下来 排队的那位妈妈连忙斥责阿嬷 怎么可以这样打小孩 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陶曼慢慢看着小孩的背影感到很心疼 认为大人带给她的委屈和伤害 已经瓦解了她的童年 更愤怒直言真的很想报警 只希望日后小女孩能被善待